随着一声敲打声 郭柯带我来到了一家手锤牛肉丸店 哇 听这声啊 就是特别磁磁砸的 现在就是把这个新鲜的牛肉给它砸 砸成什么状态 砸成泥 然后做那个就咱们说的手打牛肉丸是吗 潮汕人喜欢吃牛肉 那是全国出名 可丰盛人对牛肉的热衷 一点不比潮汕人逊色 而且不同的是 潮汕吃的是黄牛肉 而丰盛人只吃水牛肉 打牛肉丸的牛肉一定要新鲜 新鲜到在打牛肉丸的时候 牛肉还能跳动 这样打出的牛肉丸才足够筋道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会跳的牛肉 打牛肉丸一定要选牛后腿肉 牛后腿肉基本都是紧实的肌肉 这样打出的牛肉丸才能筋道十足 将牛肉切成一寸来长的小块 踢出牛肉中最难咀嚼的牛筋和筋膜 这都是为了最终牛肉丸细腻的口感做准备 欢迎收看由粉酒中国酒魂独家冠名播出的特别节目 味道 之后就是用一对铁棒在牛肉上不停地锤打 将牛肉坚实粗状的肌肉纤维全部打成烂泥状 带来细腻软滑的口感 看着好像挺沉的样子 我能试一下 这有多少斤大哥 一个三斤 七斤 我试试 一个七斤吗 没有 就是一个三斤多是吧 两个 这个其实还好 但是你知道吗 拿在手里觉得还好 但是你要上下就要交起来 你看就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了 对不对 就更何况要锤打二十分钟 大哥咱俩换个位置行吗 我过来试一下 体验一下 来 当我锤打牛肉的时候 手上能明显感受到牛肉带给我的反弹力 再一次让我证实了风顺牛肉的新鲜程度 打牛肉丸非常辛苦 用一对沉甸甸的铁棒不停锤打二十分钟 才能将牛肉全部打成泥状 对于力度和耐力绝对是一个考验 最后要马上将肉泥现场加工成牛肉丸 只为了那一个仙字 做牛肉丸 手上的功夫也非常了得 看似简单的一挤一挖 不同的力度会导致牛肉丸的紧实程度和个头大小不同 这需要很长时间的精面积累才能将牛肉丸做成紧实圆润大小个头一致 我想正是这刚揉并济的做法才塑造出牛肉丸的韧劲和细腻 很多地方都用击打牛肉丸代替了手工锤打 但风顺人对于牛肉丸的口感非常挑剔 那一份韧肚 那一份软滑 非要手锤牛肉丸才能赋予 而风顺人对于牛肉的追求 却远远不止于手锤牛肉丸 郭柯 你说咱们当地人都喜欢吃牛肉 然后除了这个牛丸的话 还有什么别的吃法 我今天带你去这个地方 枕头牛你都能吃到 郭柯带我来的是一家全牛宴餐厅 开在风顺县的普寨镇 是一家夫妻店 妻子叫徐精灵 负责牛肉的采购 新鲜是他选材的原则 丈夫叫张赫平 在店里负责掌勺 所谓半路出家的厨师 靠的就是一个钻子 自从开了这家全牛宴餐厅 张赫平一门心思研究 如何把牛肉做好 一次次的尝试 一次次的改进 即使一道简单的炒牛盒 他都认真对待 好的食材遇到了执着的厨师 成就出了一道道美味的菜肴 炒牛柏叶最容易炒老 一定要先放配菜 配菜和牛柏叶混合在一起 可以让牛柏叶温和地均匀受热 当然火候的精准拿捏 更是这道菜成败的关键 牛舌 紧密的鸡肉组织 使其不易入味 张赫平经过多次尝试后 发现在炙热铁板上铺上洋葱 再将八成熟的牛舌覆盖在上面 让洋葱的味道慢慢渗透到牛舌当中 这样的口味才能达到他的要求 本栏目由连续20年全国销量领先的 恒顺香醋提供 他家的餐厅既然被称为全牛宴 真的是牛身上五花八门的部位都能吃到 甚至有一些我都没听说过 比如这心酸 玄钢 听得我完全摸不着头脑 分辨不出是哪个部位 决定一会儿再向他讨教 但张赫平对这几道菜的烹饪同样一丝不苟 即使配菜同样是清算 炒到什么程度再放 才能获得最佳的口感 他都经过仔细的研究 最让我吃惊的一道菜是红烧牛蹄 平时吃的牛蹄都是脱骨的牛蹄筋 而张赫平做的却是带着脚趾骨的牛蹄 将带骨的牛蹄煮到半熟 再放到炒锅中红烧 加入酱油 自制的五香粉调味 他说这样带着骨头做牛蹄 会让牛骨中的钙质和牛蹄筋的胶原蛋白相混合 会带来不一样的口感 看着张赫平忙活着 波科也越越欲试 准备再露上一手 同样拿着牛肉做食材 把他心中最具丰顺特色的牛肉 给我们展示一番 你要做一个什么特别的 我要做一个牛排 牛排不是很常见吗 就是我们西餐那个牛排 但我做的是中式牛排 如果从在地道里来说 是我做一个广东味 那么它主要来自于 客家和潮汕的一种融合的味 现在我们正在风顺 这个也是个客家和潮汕融合的一个地方 不知道郭科这道潮汕融合的牛排 会采取什么招数 但是从选料上却让我有些失望 你看真的是 你拿起来侧面一看 真的没什么肉 你说那你让我吃什么 对 它会把所有的肉堆积在一块给你吃 潮汕卤水是潮汕菜的重要组成 是用细猪骨 老鸡 火腿 瑶柱等 与八角 桂皮 香叶 甘草 罗汉果等 多种调料熬制而成 口味鲜美 潮汕卤水在厨界中的江湖地位 以及受关注程度一直是无可替代的 用潮汕卤水慢火来炖制牛排 不但口味鲜美 一个小时之后 牛排竟然发生了神奇的变化 你看这煮了一个小时之后 就味道更浓郁了 对 这个骨头 全部缩起来 变成就是前面的一块肉 它就会都缩到下面去 对 就刚才你说肉很薄 对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从横前面看一下 它的肉是特别厚的 对 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厚厚的 都挤在这里了 对 全部挤在一块 这样看就能特别 就是一块很大的盘 对 这样看就特别明显了 牛排充分吸收了潮汕卤水的鲜美 这还不够 郭柯还要将牛排再煎一下 好 整块就放上去 对 先把这个底部 就把筋的那块 对 我要把它压一下 油比较多 所以要压一下 对 经过油煎的牛排 口感上呈现出紧实 这道牛排已经蕴含了潮汕卤水的 多种调料的复合味道 但郭柯说 这还不够 最后一定要在牛排上 加上自制的客家辣酱 这客家辣酱中 以辣椒蒜蓉为主料 而且还有一点点酸 一点点甜 非常爽口开胃 哇 这一桌真的是太霸气了 这个大哥大姐 这里面是不是每一道菜 都是用牛身上的部位做的 对 对 是不是 对 对 真的怪不得说 在您家能够吃到一整头牛 我绝对信了 我们先来认识吧 眼前这些到底是哪些部位 好不好 好 这个 这是 牛蹄 牛蹄是吗 对 这个看着特别霸气 这个是牛蹄 然后这个是 这是牛尾巴 这是牛尾巴 对 哦 真没看出来 这个是 那是咸姜 叫什么 咸姜 咸姜 咸人 咸人 哦 我知道了 就咱们这叫法不一样 哦 还真的是 当地叫做玄刚 北方叫做咸人 被公认为是整个牛味中的极品 加上青蒜一同炒制 不仅色彩鲜明 营养丰富 而且弥补了 咸人清淡的味道 那个是牛百叶 是吧 那个我认识 然后那个是 叫什么 牛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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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跟 是黄猴吗 不一样 那个是心管 哦 那个是炒牛盒 那个我认识 难得有意 这是你做的牛排 完了那个是 那个是什么 牛舌 那是牛舌 铁板牛舌 铁板对洋葱 持续加热 辛辣味道 慢慢散去 洋葱香甜味 缓缓进入到 牛舌当中 有效地掩盖住 牛舌的山味 这个是什么 对 最后一个 木头里的 木头 牛肚 我捞一个看 对啊 哎呀 真的是 这个汤白白的 是怎么炖出白 牛奶炖的 牛奶炖的汤 这个我是少见 是 真的是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就这些 还不是所有的 对不对 咱们这还有好多 除了炒什么的 是不是也有别的 其他吃饭 火锅 火锅也有 那什么部位 都能拿来涮 是不是 对 我的天 那您让我 从哪个开始呢 真的是 有点无从下手 先喝点汤 先喝点汤 是吧 对 咱们客家人 也是喜欢 吃饭前先喝汤的 对吧 这道牛肚汤 看上去很有食欲 而且当喝下去 第一口的时候 我和郭柯 都惊叹不已 第一次用牛的东西 来做甜汤 而且居然是甜口的 真的 没有想到 我以为可能是咸的 这是甜口的 很特别 就跟一个甜汤一样 一个甜汤里面 有牛肚的甜汤 吃下去觉得 特别润口那种感觉 一晚开胃汤过后 我的视线 转向了全桌上 最霸气的牛蹄上 从来没有这样 吃过牛蹄 一般都是把骨头踢出 只吃牛蹄筋 像这样的红烧牛蹄 我和郭柯 都是第一次尝试 这个是一人一个 这样吃吗 大哥我觉得 您应该能吃出 那种气魄来 您应该示范一下 好吧 大姐 来 咱一人一个 就这么吃啊 对 天哪 这太霸气了 这是我这种 最霸气的吃法 就这么啃 啃是吗 对 对 我也是第一次啃 相当入味了 对 我以为这个会特别硬那种 但其实还好 它里面是那种 都是胶质的感觉 胶原蛋白 对 胶原蛋白 这真的就是 你感觉立马脸上 全是胶原蛋白一头吃 人家这个是不是 一个牛蹄下肚 我几乎快吃饱了 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尝一下 那道潮汕融合的牛排 到底是什么口味 酸甜酸甜辣 很香 酸甜辣 真的是酸甜辣 我头一回吃这种味道 和口感的牛排 就是跟我一开始担心的 没有肉 一点都不一样 对对对 是很多肉 因为它最后聚集在一起 那个辣椒酱的味道 再配上那个牛肉 本身特别浓郁的味道 对 它是不同的香味在里头 而且很好的化解了 它那个牛肉本身 有一点点腻嘛 对不对 不允许 或者